很曲折 而且可以講說是離奇 到底是命運的捉弄 還是天氣的安排 我們就來問一下強強囉 這是全裸妝什麼頭髮 到全裸囉 對啊 自己看 真的是沒有半點這個 身材是穿不出這樣的 沒有半點身材的話算起來很可怕吧 大家好 我是虎貝大帆 強強 今年擔任我們的頒獎人 沒有入圍 只有當頒獎人 等一下來考問一下他喔 對 他就活在當下 即時行了美翻天 而且獨具個人特色的強強 去年是入圍者 那是今年首次擔任頒獎人喔 是那個視角完全不一樣 但是聽說他擔任頒獎人的這個過程 其實蠻有趣的 而且很曲折 而且可以講說是離奇 到底是命運的捉弄 還是天氣的安排 我們就來問一下強強囉 對 跟他的人生一樣 而且我覺得強強啊 果然今天穿成這樣 就是要霸佔我們整個紅毯的時間 對啊 你看 轉身有有有 哇 導播享受美景 導播也是沒開眼笑 海邊 不思俗 這是全裸妝 怎麼透霸 到全裸囉 對啊 你自己看 沒有半點這個身材是穿不出這樣的 沒有半點身材的話 穿起來很可怕吧 像這樣 但是強強 我想問你一件事情 想當初你是成為怎麼樣成為我們頒獎人的這件事 你還記得嗎 春班長那件事 就把我是氣得火冒散了 你氣 我才氣嘛 對啊 你還氣 怎麼氣 就是那個 我把那個問卷給你啊 不是不是 我是 我是連入圍都沒有 對啊 沒錯啊 我就連很歪啊 是什麼意思 入圍都沒有 然後呢 然後我就說 那入圍沒有的話 是 那你們當我是評審嗎 你們叫我當評審嗎 那我評了 那我就問你們說 那這樣評審的話還要去嗎 我們可以去嗎 因為我以為 我們還有紅毯可以走 就你們叫我在外面觀禮啊 對啊 欸 觀禮是什麼意思啊 你們當我 當我很閒的啊 當我吃素的 你當我 當我什麼東西啊 而且你們還要 你們不給我東西 然後不給我票的東西 來觀禮 不好意思 我們是那個東西都跟著說 我就會分到不來了 請問你 我們那個算是出席表格啦 請問下面給你填說 你要 你是什麼身分 結果搶起來好像就填這個頒獎人 然後結果後來 就成為我們頒獎人 頒獎人其實真的報名 才可以報名的 謝謝 那他們就讓說讓我來 然後可以走紅毯 好吧 那我們就委屈走一下 委屈走一下 大家賓主金幻 你有看到嗎 謝謝 謝謝 太美了 謝謝 首先歡迎我們的呱吉 以及來自日本特別現身走裝獎的嘉賓 河北彩花 這個組合他們說天作之合 這不是長大人 長大人是長大人 不是自肥呢 還是說自肥就是長大人的一種 我們來好好質問呱吉啊 等一下 呱吉今天的衣服是 真的是這樣子的嗎 請問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把信樂團的新的衣服穿在身上 哈哈哈哈哈哈 一跳一句偶業老師的話 是 她覺得她是姓 她就是姓 她就是姓 哈哈哈哈 好 那今天她真的不是來 我們要隆重介紹啦 旁邊這位女士 呃女性 老師 河北彩花 不是來教學 來頒獎的 是的 到底哪一位星月兒 可以從我們的 河北彩花老師的手上 拿到這個獎項呢 好 哇 你看故意走得很慢喔 對 而且很慢喔 好說慢的喔 很想說 但也辛苦了 在呱吉 從第一屆到第五屆的所有的仇辦 是 她就是當作這個大家長 在照顧大家每個心情 沒錯 而且呱吉從那個議員身份 卸任之後 感覺整個放開了 放很開 會不會變成未來的Saint Smith 哈哈哈哈 那就太開了 那又轉過去了啦 又過頭了 不是 轉大人 不是轉世 哈哈哈哈 先理清我們這次的概念 對 那我們要隆重的以掌聲 再歡迎我們的 花吉 還有河北 台北界的老師們來 欸 有嗎 對 我說自肥 都自肥耶 我沒有自肥 我沒有自肥 我覺得我今天呢 其實是單純的 因為以我主辦人的身份 去迎接今天最隆重的一個來賓 真的喔 對 其實我們今天河北彩花小姐呢 其實非常感謝她可以 播空來到台灣 然後來參加我們這個盛會 我希望以後的總統獎呢 每年都可以固定邀請一些 有趣 然後特別的人物 然後來到我們這個典禮 對 你講到有趣特別的人物 那有沒有可能 因為TA畢竟也不一樣 有沒有可能會拿去南優來到現場 像是加藤叉 對 很值得考慮一下 很值得 是不是 我的名單都還不錯吧 對 是是是 好 我們要問一下我們的河北彩花 欸 為什麼會答應要來 這個總統獎擔任我們的頒獎嘉賓呢 對 自己介紹一下 對 自己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河北彩花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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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可嘉賓 你聽到嗎 蔡可嘉賓呢 你有聽到嗎 有 在7月來我第一次在台灣的Youtuber 當時台灣的Youtuber們 可以拍攝影片 我聽到他們的獎項獎項目 非常享受 我現在是一個整個合作 那河北小姐說就是 上次她來到TIE的時候 有跟許多的Youtuber合作 那看到這次他們能夠入圍走鐘獎 非常的開心 所以就來參加這次的走鐘獎 合作愉快啦 如果她不快她是不會來的 我說真的 我不知道是剛剛坐船的關係還是怎麼樣 我現在頭好暈喔 真的嗎 你是確定不是因為河北才王老師的關係嗎 我現在有一點點覺得頭暈目眩 剛剛一番話講完之後 覺得很難有這麼機會呢 可以這麼近距離的接觸到河北彩化老師 所以心情是非常的好 也非常感謝今天的這個翻譯 梁子小姐 她非常地稱職地完成今天的這個翻譯工作 感謝 感謝 那你今天的搭配 服裝是有特意跟那個 河北彩化老師這樣搭配的嗎 我覺得其實呢 今天不管是做任何的打扮 都沒有辦法跟這個河北彩化小姐配得上 所以這個完全是我自作自為 自以為是 自作自為 新的 自己造的孽啦 白話老師這樣 對對對